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串流市场日趋庞大 从Netflix到Disney Plus 还有Apple TV Plus HBO Max Amazon Prime Video YouTube Premium 这说不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而串流影音蒙头 Netflix在今年的第一季 第一次出现了会员的负成长 接着在第二季的财报里头 也显示了他们流失了100万的用户 这是连续两季的负成长 再加上近月以来 Netflix不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 去事办共享账号的人数限制 有消费者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设定 决定取消订阅 日前更有消息指出 Netflix和Disney Plus 都分别计划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年初 推出 麻烦了 你最怕的 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今天我们的主题馆 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 经济学系的副教授 冯伯翰先生 谈的就是 由先决出版的 追剧商战这本书 他的副题是 解密Netflix Disney Apple Warner Brothers Amazon的串流市场 疯狂争霸 要解读这个疯狂争霸 不过 这本书显然所涉及的内容 用我们今天来看 它虽然保留了非常多 它试图探讨的 这个疯狂争霸的内容 包括资料 可是它好像已经过去过去了 那时候面对的时代 似乎已经变化了 这个冯老师 我们怎么看这个 先谈谈追剧商战这本书 它何于今天我们先描述 当下这个串流平台的 这个发展的什么样的位置 我先补充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其实还蛮新的 它一直写到去年底 跟今年初 只是影视娱乐产业 现在变化实在太快 然后过去半年 又出现了各种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需要说 巨力万军的商战 总是发生在新科技 带来破坏师创新的变局当中 而这本书 它写作的时期 是聚焦在2019年的秋天 到2020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 我们大部分人在做什么 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 然后我们在面对一个 全新的一个疫情 可是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有好多个串流平台 都是在这段期间上架 包括Apple的 Apple TV Plus Disney Plus 还有一个已经倒闭的 成立半年就倒闭的 叫Quibi 然后HBO Max 然后Peacock 等等 所以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陆陆续续这么多的串流平台上架 这本书在探讨影视串流平台的商战 他们记述了Netflix整个成长的源起 他为何强大成长到今天这样 以及其他的媒体巨头和科技巨头 他们如何迎战 我们就从Netflix如何出现 如何强大 这个议题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他对于串流市场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 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对 其实Netflix最早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是专门出租DVD的一家公司 而且他们的创办人海斯丁 他最痛恨的就是租DVD摆着忘了还 然后要缴罚款 所以他就说我推出用订阅制的方式 来网路租DVD 那你就缴一个月费 我的quota是同一时间最多租两片 那我看完一片 我要还才能继续借下一片 如果不还 我就不能借下一片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发展 结果到了公元2000年初 那时候Netflix创办人 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觉得这个邮费越来越贵 可是网路传输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也越来越便宜 他觉得 sooner or later会黄金交叉 透过网路来传播各种的影音内容 才会是未来 所以他们非常早就开始布局 做影音串流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一部片子的胶片 或者是CD DVD 这个心态或者说这个习惯 已经几乎是要不存在了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看到 然后他们那时候去提案 他们去找他们的竞争对手 百事达提案说 我把这一套网路串流平台的这个愿景 这个商业计划卖给你 然后就叫这个百事达串流平台 结果百事达不要买 几年以后就倒闭 百事达因为过去就是他实体店 做DVD的龙头 那Netflix他就这样子在大概在2006 2007年那时候就开始推出影视串流平台 然后大家可以透过网路线 等于就是租嘛 然后但是但是是吃到饱的就缴月费 但当他们这样做一开始 遇到几件事情 我需要内容来填充 我需要有够多优质的内容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美国主流的电视台 还有大的媒体公司跟他们大批的买片 一开始这些现在Netflix竞争对手 在当年都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掉泄饼 对对对 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网站 然后一年需要付我们 愿意付我们这么多钱 然后我们东西在院线播过 在电视台播过 然后再卖给他 你这话是一个关键性的用词 就是播过 过去这个播过 会递减他的价值 对 而且在我们传统的频道里面 这个是二轮 或者说这个感觉上 这就是越播 他就越不值钱 可是Netflix在他的起家 好像就正好是调转了这个逻辑 对他一开始都是买片 来放这些别人播过的作品 但是他遇到两个很困难 第一个发现我把界面做得越好 然后我的订户越成长 结果我上游内容的供应商就跟我涨价 我做越好 他们卖内容给我就价格就越贵 我好像在帮别人打工 他说这样子不行 这个还是2007左右 对对这个 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缘故 他们开始思考 我们必须要做原创内容 必须要自己投资制作属于我自己Netflix品牌的电影电视 但是当时他锁定的还是戏剧 对他们他们初期锁定的都是戏剧 所以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 比方说那时候他们开始投资直排屋 那后来从2013年陆续上线 这个时候我们就讲2011年 如果从回顾历史或者国际上的这个情势 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市场 也就是串流平台有过也有过打主意的这种现象吗 我相信有 因为根据最具商战这本书 我觉得包括在美国Netflix也不是最新的 他有其他不同的小公司 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尝试过失败 但因为他们初期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觉得在技术在变迁的时候 很多事情同意idea同时会有很多人在做 关键性的技术在尤其是2011年左右 是什么样的力量和技术支持了Netflix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关键性的技术来自于第一个 他们从DVD的时期就选择用订阅制 那用订阅制有什么好处呢 你缴了一个月费之后随便你要看什么 然后因为他们是透过网路来租DVD 或从透过网路来传播影音 因此凡看过必留下记录 他们开始拥有大量的数据 然后分析他的audience 他们可以去分析数据 这个数据跟收视率不一样 收视率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这个作品 多少人看 但Netflix的数据他知道谁看了什么 所以他可以知道个人的数据 而不是总体的数据 这件事情让他可以不停的来优化 他的这个平台带给观众的体验 可以让他去做个人化的推荐 然后把大量的作品去媒合 去推荐给大家口味偏好不同的观众群 是这件事情加合数据让Netflix强大 但是他为了要跟其他传统媒体做出区隔 为了在内容上面不要受制于别人 他决定要开始投资原创内容 投资原创内容的这个决定 跟当时其他的 包括我们后来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Disney HBO Amazon这些 那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的迪士尼 他们还是走比较传统的模式 也就是我做了内容以后 如果是电影 就先上院线 然后然后再授权到不同 院线结束了以后 可能先是授权到订阅制 或者付费的电视台 然后更久远以后 大家开始忘了这部作品 再把它授权到免费的电视台 那是有很多广告等等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 但是那个年代的Amazon 他们已经开始做串流 已经围光出现 有了竞争对手 对Amazon他采取的策略 叫做搭售 就我们现在讲Amazon Prime 这个方案对于住在美国的人来讲 其实就是Amazon的会员 你缴了年费以后 你所有的货品买书 两天到货 而且免运费 是 原本就是这个免运费的 这个高级费 就是你假如本来 反正就平常就看书 就买Amazon在上面买 对 所以可是如果你一旦支持了 他的这个Prime Video 他就 他原本纯粹就是一个 缴了年费 就可以永久免运费的方案 没有影片 但是他因为建立起 这么庞大的会员 那我说好 我现在开始提供 所有我Amazon Prime的会员 都可以自动 可以看到我的Prime Video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跨足这个影视串流 这个我们叫搭手 就他有个本业 然后本业的客户 自动成为我新的串流影视的 Customer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切入 所以同样在2013年 Netflix推出纸牌屋的时候 Amazon Prime也推出 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 这一点我就不记得了 他们什么样的作品 什么样作品 在台湾很多 有一个东西 我称为假新闻 很多报道会写说 Netflix 因为他重视数据 所以他是根据数据来判断 观众喜欢什么 来决定 我要拍什么题材 用什么节奏 找谁当导演跟演员 Netflix不是这样做 Netflix是给主创团队 完全的创作自由 但是真正用数据来决定 我要怎么拍的 是Amazon 然后失败 就是我完全依靠数据告诉 Amazon拍这个运用数据的方式是 他们比方说我要拍一部 以政治为题材的喜剧 我就先做 从概念出发做很多短片 短片以后我就让 我的这个两天免运费的 这些会员他们可以看 看完以后就可以记录 哪一支影片的流量高 大家看到哪里会停等等 收集了这些资讯 再根据数据来写剧本 来发展戏剧的企划 但事后大家发现 听数据的话来做创作 做出来的东西 大概都是不好不坏 以IMDB的 就是平庸的作品 平庸的作品 就是专门创造Mediocre 大概是IMDB的评分 的平均分高个0.1 0.2 然后是几百人到一两千人 会来评分 热门的都是几万 或是几十万的人来评分 就是用数据做出来是这样 Amazon早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而Netflix反而不是 他不是 他是让主创团队去创作 但是他利用数据来 媒合跟推荐 这部作品谁会喜欢 我推荐给他 Netflix用这样的方式 是 那么接下来从2013年以后 从纸牌屋的成功以后 Netflix又如何在市场上 不但是吸引更多的资金 同时也做了更多的投资 对 Netflix他在几部原创剧集大获成功之后 他其实经历一个阶段是快速的扩张 他其实很短的时间内就遍布全球 是 190几个国家 而且到台湾了 Netflix的台剧其实有好几部 但是我们现在通过Netflix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 像西班牙的脂肪脂 法国的亚生罗平 那他们的做法是把世界各地 不同国家大家的创作都透过网路 潜在可以传播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加上他们拥有数据 我做戏剧 我不一定需要迎合大众 因为在过去可能电视台 然后我就是这个频道 这个时段 然后我要充收视率 然后我只知道说目标是越多人看越好 我去迎合那个大众的口味 但是Netflix 我可以集合世界各地的小众 加在一起可以变大众 但是如何找到小众呢 我透过数据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因此我们会觉得说 看Netflix 很多他们早期的戏剧的风格走向 以及切入的题材 跟传统电视台做出来的东西 味道很不一样 你刚刚提到的纸房子我就看了 看了两季 我就觉得非常惊人 因为它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抢银行的背景 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 很细腻的操作 是跟传统的这种警匪片 或者动作片 是极为不一样的 这一点只能去猜测 Netflix高层管理人员里面 有非常精道的戏剧家 对 而且其实在过去我们很难想象 说西班牙的作品 在台湾可以有这么多人看 然后跟讨论 但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同时也是拜Netflix之次 像是鱿鱼游戏 那今年李正宰就拿到 艾美奖的最佳男主角 这个我觉得是透过网路加上数据 串流平台Netflix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 串流市场日趋庞大 这个竞争也日趋激烈 接下来一个阶段 就是除了他自己的资本扩张 跟投资行动的密集 并且在全世界各地去发展 主创团队 可是他迎来的挑战又是什么 迎来的挑战就是传统媒体 以及其他的科技巨头 像是Amazon或Apple 他们也会迎战 所以像Disney在前任 他们的执行长 Bob Iger任内就开始果断的决定说 我们要发展自己 迪士尼的串流平台 但对外这个品牌叫做Disney Plus 但他们内部的用词叫做 Direct to Consumer 就是我们直接透过网路 把我们的内容推介给消费者 跟观众不再借助这个有线电视的系统 或是不再透过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怎么做 这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包括在这本书里面 包括我们去研究迪士尼的转型 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变局的时候 转型会遇到多少的困难 因为过去迪士尼的这个公司 营运的这个策略 内容为王 授权到各地去播 那我现在如果要发展Disney Plus 把我自己的内容留在 我自家串流平台来播放 那么我势必需要切断 我在别的地方授权 比方说原本Netflix 在这个成长茁壮的路上 也都有迪士尼的滋养 他们的一些这个热门的作品 都授权过去 然后每一年这个大笔的 这个授权费是上亿 上亿元美金的 但转型的过程一定会遇到说 我自己的串流平台还在拓展 定估数还不多 还没有什么收入 可是我不能够说这个时候 我继续让大家各地 都可以看到迪士尼的内容 所以他们就要切断 把这些合约 授权合约到齐的就不续约 或者是有些我提前解约 买回来成为我自己的内容 但这个东西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为什么 这牵涉到一个大企业集团底下 不同的高阶主管跟部门 他们原本有各自的工作绩效 还有他们的薪酬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绩效奖金 那么过去他们绩效的衡量方式 就是你这些内容的操作 授权可以卖多少钱 那如果我现在要你把这些授权都结束掉 一下子你过去的业绩 现在就归零了 然后现在你东西拿到迪士尼 巴斯来播还没有太多人看 或者还在筹备期 那就他整个他这些staff 他们自己的工作形式就反了 逆反就逆反了 那我们在追剧商在里面会看到说 其他好多的这个传统媒体 他们转型就卡在这边过不去 所以大家为了这些高阶主管们 因为我的业绩是根据旧时代的做事方法来衡量 那我不会为了未来的这个走向 去调整我的做事模式 不过迪士尼在那个Bob Eiger任内 他就提出来说 我们的这个绩效奖金的 这个合法方式也要改变 这一点呢 倒是在另外一本书Bob Eiger他的自传 里面有提到 对他说我们就取消高阶主管 取消过去以销售 销售红利 的这个红利 那改成是什么呢 改成是我执行长主官来评定考基 然后主官的意思就是说 我来看 因为我们大家拼的是未来 未来的这个你技巧好坏 可能要五年八年之后才看得到结果 不是现在立刻看得到的 那就是由他执行长来评分 不过当然他那样子做是要配合他个人的特质 以及他在迪士尼任内长期的这个领导风格 造成董事会 薪酬委员会 以及高阶主管 信任他 不然不是不是每个领导者 大家都相信说 我的薪水是靠你个人主观的评倦 然后来来来来决定 但是迪士尼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他需要配合内部组织 薪资结构的调整 才有办法推动这个迪士尼plus 让他催生 迪士尼plus是有条件干这个事的 因为他本身就几十年来 近百年来 他们就是有主创的能力 对 可是其他的穿流平台呢 其他穿流平台 我先补充一下迪士尼这边 包括迪士尼 还有其他穿流平台 像是华纳兄弟 他们原本的想法也是一样 我们是老字号媒体 然后我手下的版权这么多 可是当他们实际上开始 经营穿流平台 就发现不一样 我如果要吸引人 原本是看电视的 现在特别来订我的平台 然后他要输入资料 留信用卡什么的 我光靠老片不够 我需要靠那种非常有高度话题性 会引起人兴趣 让大家心晾 第一就是创造 对需要创造 其实需要靠大的东西 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 其他的一些穿流平台 有一些平台的做法 就想说 我是不是仰赖 老的骗库 他发现这样是不够的 那以迪士尼来说的话 在Bob Egger任内 他们其实有几桩大的并购案 包括并购漫威 然后星际大战 就是Lucas Film 然后并购了福斯 然后这些东西下面 有一些IP让他可以发展 另外发展新的 就源源不绝的 推出全新有高度话题性的 从IP延伸出来的 影集 可是对不起 容我插个嘴 我看了一些 包括星际大战延伸出来的 就是从小的人物的IP 认为它是有IP价值的 发展的另外一个星球 另外一个支线的故事 我几乎都觉得蛮难看的 我也不想看 稍后编个 不想看 我们回头反省一下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主题馆 访问的是国立台湾大学 经济系的副教授 冯伯翰老师 伯翰 这个追剧商战这本书 其实是一个话题影子 让我们有机会再看一看 发展的更激进 更变化多端的串流平台 Netflix为Disney带来了刺激 Disney手下是有无穷的财宝 也就是包括它的这些IP 可是为什么结束在我们刚刚的那一段的话题 结束在它实在不好看 Disney怎么会创作出那么不好看的东西呢 我觉得好不好看 我就取决于个人 就是像星际大战 我自己是从来不喜欢 对 可是它全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产值 我之前看到700亿美元 就从那个1977年第一部星际大战 然后出来把那个票房 然后周边收入加在一起 所以这些IP 他们有他们年拙度很高的粉丝 对 那我自己的解读是 以迪士尼或Disney Plus的发展 它初期它可以先把这一些漫威啊 星际大战的粉丝先收纳进来 可以成为它的第一批的 这个串流平台的订户 但是之后它如果要继续拓展 拓展到像我们这样子的观众 我们也没有在看那么多漫画改变的东西 那它势必会需要其他更多元 不同的原创内容 好 原创内容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说像这样的平台 能够持续发展 但是平台的变化 跟整个技术的改变 尤其是通信技术 似乎还有其他的因素 会导致整个的趋势 是有不同的扭转方向 哦对 其中我觉得最严酷的一个变化 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就是我们时间往回推 十年前 可能就是 2012 Netflix 一马当先 然后背后有一些鸭子滑水的 像是Amazon Prime等等 但是我们放眼到今天 现在很多国际的串流平台 没有进台湾了 但是如果以美国市场的话 Netflix 还有Disney Plus 然后他们有HBO Max 嗯哼 那现在还有这个Paramond Plus 那Apple有他们自己的 Amazon有他们自己的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是迪士尼主控的 叫做Hulu 哦 等等 琳琅满目 这些都还是订阅制为主的 另外还有一批是完全免费 然后塞大量广告的 免费串流平台 那这些大家竞争 造成什么事情呢 这些订阅制的平台啊 他们其实互相在抢 全球订户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至少各家串流平台 在美国的订户 面临饱和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破题的时候提到说 Netflix的这个 订阅人数开始下降 流失了一百万 但是第二个因素更致命 大家互相竞争啊 内容产制越来越多 而且单位成本暴增 嗯 内容产制过去十年 在美国的电视剧 的数量 加倍 哦 然后 总量变得 总量变多 单级的制作预算呢 如果我们看 也变高了 是不是 对我举个例子 以前 HBO的这个 权力游戏 嗯 冰雨火之歌 是 最后一季 一小时的制作预算 是一千五百万美元 嗯 一千五百万美元 现在Amazon Prime 刚推出魔界前传 一级的制作费 是六千万美元 是当初权力游戏 我们已经觉得是天花板 嗯 然后是那个难以想象的 上海又盖了五层楼 对 现在现在变 四倍 嗯 对 我去检验过去五年 好几个媒体巨头 他们投在串流平台 内容的预算 大概都是 魔术数字 这个四 嗯 都是这种 四倍的膨胀 嗯 那时候问题来了 这个 定户人数 要增加 越来越难 嗯 然后你还面对到 一个价格的问题 嗯 那我要增加收入 我就涨价 涨价定的人就更少 那 降价定的人多一点 可是我这个计算的人数 也变少 但我成本却节节升高 这件事情造成了 过去一年 突然这个 我觉得原本是 海底下的乱流吧 现在就浮上水面 嗯 那造成串流平台的竞争 现在开始思考 怎么样突破 怎么样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怎么样用更少的成本 来做出赚钱的内容 嗯 有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到一个大 比较大尺度的经济规模上来看 我看Netflix几个戏 很少我的同侪或同温层的朋友会看 可能是我自己不小心转到台 可是我就被吸引了 其中一部叫做富家穷路 就是讲一个家庭里面 父母跟两个子女 流落到一个小镇上去 从非常凄惨的 从有钱的 有势的 有权利地位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 沦落到只能去经营一个 基本上连经营权都不完整的 一个小的motel 可是这个剧好像在美国非常之红 它可能曝露了 我觉得这个戏是曝露了 美国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而至这两个不同的国家 也分别代表了他们的贫富的悬殊 或者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大的差异 可是这样的戏 它怎么推到 我们说比如说西班牙 韩国或者是台湾 的确在我身边 看这个戏的人真的是很少 对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这个 可是它大卖 那你是怎么注意到这部戏的 我看到了其中那个男主角 白色的头发 很浓的眉毛 就是注意到这个造型而已 一点都没有指标性的意义 可是它的确整个戏的质感 以及它的幽默 它是一个siccom 但是它又是一个有很大量外景的 也就是它实景的东西 我就很压抑 我后来回头想 如果没有串流平台 这几个演员里面 大概没有 除了他那个演母亲的人 曾经演过Billow Juice里面一个 被愚弄的妇人 之外 好像其他都不是大明星 但是他红了 我觉得这要问Netflix 但我看到的情况 一些个案的整理是说 第一个他们在很多国家 会透过数据来推荐 所以他到底会不会在你的 这个目录当中跳出来 每个人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在台湾 有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美国 是这样高度个人化的推荐 第二个呢 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国家上线 他的那个片花 或他的海报 这些东西 也都会有 可以推出不同的版本 他会客制化 根据每一个国家 那边的观众 大家习惯 会受什么样的东西吸引 来截取里面的影像片段 好了 那如果说他们有做的如此细致啊 而我们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去接触 甚至会掉进去这个我们原本可能并没有机会熟悉的那些个产制内容 那如果是做的那么好的话 为什么我们开头讲的 今年第一季他会出现会员的副成长 我觉得 当然今年第一季会员的副成长有一部分是俄罗斯被抵制 但是他面对到高度的竞争 然后在北美或者是这个高所得国家的订户数开始达到饱和 然后另外有一块是发展中国家 那边的人不见得愿意花那么多钱来订阅 像是印度 Netflix针对印度推出一个低价版本 解析度把它降低 因为印度人不愿意花那么多钱 反而在一些这个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愿意多看一点广告 然后不在乎广告 对对对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但是除了订户数的这个遇到瓶颈之外 我觉得今年春天Netflix另外一个大新闻 是他股价崩跌 原本从700美元跌到100多 现在又涨回到200出头变化 但是这个背后其实反映了Netflix 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采用的策略 帮他兴起 可是也为他带来一个难关 因为这个模式背后有一个本质性的矛盾 怎么说 Netflix我们前面讲到说 他为了要塑造他的串流平台品牌 所以开始投资内容 所以他等于一个公司分饰两个角色 第一个我是平台 但第二个我是内容的投资者 那现在他每年花在内容采购跟投资商的钱是上百亿美元 他做投资的可能有几十亿美元的钱 那以从串流平台的角度来看 他做的很好 可是从投资内容的角度来说 他是花低自限 怎么说呢 过去过去百年 全球的影视产业发展出来的商业模式 就是以电影来说 我电影一个母带拍出来了 我先上院线 让愿意付钱的人多花一点钱 看一个非常好 这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然后下了院线以后 以前推出DVD啦 现在可能上订阅制的电视台 或者是串流平台 然后之后 我会在不同的阶段把内容推到不同的通路 然后搭配不同的这个体验程度 以及价格 这样是我观众数扩展到最大 收入也扩展到最多 但Netflix说我现在拍 像他们之前拍灰影人 今年暑假上映的电影 两亿美元的制作费 只上串流平台 我说有人想说我贵一点去电影院看 没有机会 那有另外一些观众说 我愿意看广 我愿意忍受广告 然后我但是我不要付钱 他也没有机会 所以当Netflix这样从内容投资的角度 他把这个院线的收入 以及这个透过广告 可以拿来的收入都切掉 所以我同样投资这么多钱 可是我没有充分的去发挥 这笔金额所能带来的效率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主题馆访问的是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教授冯博翰 冯老师 我们从一本追剧商战这样的一本书来回头看看串流平台的发展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Netflix跟Disney Plus都分别计划在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明年的年初推出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的确对我们这种老口口回头想起来 看电视每15分钟出现一段广告一个破口 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且某种形态上来说 一出剧如果不在十几二十分钟的时候 画面一黑进广告好像不太对劲 这是当然是视听习惯 但是有广告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网到 我认为广告是串流平台的未来 那又绕回去了 又绕回到传统 但是未来的广告跟我们以前电视台 说15分钟进一段广告一定会长得很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串流的内容其实是随权的 现在包括迪士尼跟Netflix 他们也有陆续释放出一些消息 他们在怎么思考规划广告这件事情 大概不会是用这种 很暴力的把这个节目硬切一段 对对 难道要融入到剧情之中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看到的可能一个方案可能会放在片头一开始的地方 然后可能一个小时里面只会有一个几分钟 两三分钟的广告 就不会是说从头一个小时好像美国的电视剧是16分钟的广告 这44分钟内容然后柔和在中间不会他们会是有可能放在前面 像早期我们租DVD的时候不是这样吗 有时候放进去播先给你看那广告 然后跳不跳不掉 然后才进正片 那实际上这样做有优点有缺点 他们还在还在发展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能买得起这样的广告的这个产品的确不是太多 其实很多的广告组是有高度的兴趣 过去过去几年下来 因为随着有线电视这个整整体收视状况的萎缩世界各地都一样 其实以前很多是下载电视节目里面的广告 他们没有没有他们没有这个触及能力了 有一些转移到一度转移到那些社群网站啊 脸书啊或者是那种Google搜寻 可是这个媒体的属性跟内容不一样 他能够帮你这个推销跟带货的能力也不同 有些东西是适合戏剧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觉得社群网站很难真正引起我兴趣 注意到什么全新的商品 然后让我进而去购买 对所以现在可能慢慢的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广告再从社群 回到戏剧节目 再回到戏剧节目 然后去跟走广告模式的这个串流平台合作 但是这个这方面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以前电视节目是我们有节目时刻表的 我知道你是九月播 然后礼拜四晚上几点 以后变成是随选 所以他变成他要去看 可能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节目会搭配到不同的广告 所以从这里就延伸出没完没了的各种的延伸课题 还有一个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去看 如果不是投资一出剧 或者不是投资一出传统的戏剧 而是去供应出一种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这可能也是串流平台一个极大的特色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过去我很少能够随时看到stand up comedian 那种讲单口相声的一次讲一两个小时 可是自从有了这个串流平台以后 我好像看起来这个表现或表演形式 也变得发达起来 我比较没有在关注stand up comedy 但是我觉得目前整个串流平台的内容还是太偏戏剧了 相对来说综艺少了 有一些我倒觉得是纪录片变多了 或者说带着看起来像是纪录片的戏剧也进来 反而我总觉得那个表现形式丰富起来了 表现形式丰富 对因为他们不需要迎合那个所谓的大众 所以像是哈佛商业评论 曾经有一系列文章在探讨说 这种串流平台 然后个人追剧 然后透过数据 是可以让创作更自由 让大家更敢于去尝试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从观众角度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切切切切切 以前我不会去看西班牙戏剧的 现在我点到了 我会看个两分钟 看看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就看下去 那也就是这种形式 其实让我们一般身为观众的 我们也拓展 我们也跨出去 开始去尝试自己以前在电视 或者电影的时候 不会去追 或者说戏剧跟准戏剧 类戏剧 差不多的戏剧 好像这种边界也扩大 对 不过接下来的串流平台发展 这边会更多元 像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讲到说 那个Discovery 探索频道 他们病了 那个华纳兄弟 也叫做华纳兄弟探索 那他们的发展趋势呢 就会把原本华纳兄弟的电影 他们原本旗下 HBO的串流平台的内容 跟探索频道 他们自己有个串流平台 叫做Discovery Plus 两个合并 这是他们未来 接下来几年的重要工程 那在探索频道底下 有大量的各种的实境秀 然后旅游的时尚的生活的科技的 大量的内容 会进入成为未来的这个HBO Max 跟Discovery Plus 合并之后 你刚刚说合并 并购之中还有出现了有趣的故事 并购 对 并购的话 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很多人看到说 Discovery去并 华纳媒体集团 有一点那种小吃大 有点感觉像是小王子前面 那个大 一条蛇吞了一只大象 但是原本Discovery的这个老板 叫做扎斯拉夫 他敢这样做 我觉得他是有非常多的想法 AT&T为什么要把这个 华纳媒体集团切分出去 让他被Discovery并 因为他下面负债累累 有500亿美元的负债 是 然后AT&T 在追剧商店这本书里面 谈到很多 华纳媒体集团在AT&T旗下 在做的事情 不是太成功 但都可以成为商学院的 这个教材 那现在扎斯拉夫 他大刀阔斧 他就否决掉 过去几年 这个华纳媒体集团下面很多的 投资 有投资 有人事的决定 他解除掉了跟这个JJ亚伯拉罕的合作 然后他裁掉了这个克林伊斯威特 跟他们合作的计划 然后像是 对克林伊斯威特是集会花钱的 集会 集会花钱 扎斯拉夫那时候就开会 就检查说 我们的内部评估都说 克林伊斯威特的电影一定会赔钱 但是为什么还投资 然后下面人说因为我们跟他有长期合作 就扎斯拉夫说 我们是来做媒体的生意 我们不是来交朋友 他用这样的方式 就上任过去半年 砍砍砍砍砍砍 每天在 还砍了什么比较特别重要的 裁掉人是一个 另外是砍掉他们在投资的节目 比方说八月的时候 一个大新闻是 蝙蝠女DC底下的漫画 Bad Girl 9000万美元已经拍完了 也办过适应 发布会 不是正式对外的发布 是内部评估 这个发行策略的这个test screening 那扎斯拉夫说 我们这个计划 砍掉 不进电影院 也不上串流平台 就作废 然后任列为亏损 那扎斯拉夫说 我们把它裁掉 因此可以结穗 这是蝙蝠女这部电影 能够为华纳兄弟带来的 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那这样的操作 看起来对于主创团队 或者是对于 这个 我们就叫做艺术家们 是很大的痛苦 很大的反弹 我如果是 我每天看那个 好莱坞产业新闻 大家就是骂声一片 就来自明星的导演的 就整个创意的社群 是都在都在骂他 但我自己是支持 是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他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 负债几百亿美元的公司 然后因此尊杰支出 把钱用在导口上 是重点 第二个扎斯拉夫 任列亏损也是一个 任列亏损也是 然后第二个 只要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把它觉得 难以带来商业成效的东西 全部都砍掉 包括像是 HBO MAX 他也砍掉了 那个200集的芝麻街 然后大量内容 他去检视 在追剧商在里面提到说 过去HBO MAX 在发展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 大量的老内容放上去 都是要付授权费的 可是里面有很高比例 过去一年的收视率是零 没有被任何人点开来过 是 对 他把这些都砍掉 他对串流平台的想象 是精品 就像我们去吃 Buffet 有两种 一种是很多菜 可是品质都不是很好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Buffet 他菜没有很多 可是每一种都很喜欢 就看观众 看消费者喜欢 我自己喜欢去菜 不要太多 可是都是好菜 都是好吃的 这是杂斯拉夫的经营方式 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对 串流平台有点像是Buffet 就是 Find Dining的Buffet 对 Find Dining的Buffet 这是他对于 HBO MAX的愿景 我们今天讨论的书是 仙爵出版社 商战系列 第227号 书名 听到了 这书名 大概就会有一点点兴趣 追剧 商战 售 solid 结架 滅 �